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剛經過花博 現在是11點28分 今天出來比較晚一點 因為我在家裡猶豫了一下子 因為禮拜六中午 上班族都休息 休息的話我就不知道 富北明泉東那邊還值不值得過去 嚇一跳 還好我過馬路了 當然那個救護車突然間逼近這樣 富北明泉東那邊 因為都是上班族的區域這樣 周六大家上班族休息 我就想說過去應該大會沒單 在家裡猶豫了一下 然後再上網看看群組大家怎麼跑 最後我就還是決定 來去金站 這是老地方 因為我禮拜六 等一下我APP更新好 我要來把它那個 剛剛打開APP要上線 結果它叫我更新 哦 哦 先看一下 上線 不知道又更新了什麼東西 很有可能是要順應那個啦 哦 這兩台都是那個 吉安特那個七萬多塊錢的那一台 呵呵呵 他們在幹嘛 好 OK 啊 剛剛講到哪邊 啊 對 因為周六我那個database很少 周六 因為我之前是沒跑周六日嘛 database比較少 所以變成說我得重新去找 重新建立自己的這個接單的database 哦 這樣 那麼現在就得 我覺得啦 至少要花一兩個月時間 把周六日的這個database建立起來 像我才知道就是說 欸 禮拜六禮拜天 這個中午跟晚上 跑哪邊比較好跑 但是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我就還是按照之前的這個模式 就是到那個老地方 精湛老地方去 這樣子 好 那麼我現在已經上線了 那我就慢慢的往這個老地方前進 看看能不能在那邊 就是接到一些單 但原來上來說 其實我覺得 有可能什麼 麥當勞Subway的單 可能還是會比較 比較多吧 嘿嘿嘿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好的 沒錯 各位朋友 我接到第一單了 很快 我才剛到這個 明泉東路這個 天翔路 齁 馬上接到第一單 啊 沒錯 第一單 麥當勞 好朋友 這個 這個 建議大家知道 跟麥當勞 這個好朋友 建立好美好的關係 啊 這樣 擔心自己沒有單的時候呢 就往那邊靠就對了 好的 各位 各位朋友 我呢 把手上那張麥當勞 送掉了 很快 因為很近 1.8還是1.6 1.8公里 近得不得了啊 然後 然後 呃 現在就 要再往這個 老地方慢慢前進 到老地方那邊看看 有沒有單 這樣子 啊 今天 就是 要充趟次嘛 所以我都是盡量 就是 呃 超過 這個 超過這個 三公里 我就不接 這樣子 好 慢慢往老地方騎了 好 來到7.8買一瓶水 這買水的時候呢 又接到單 這樣 大方雲集南西店 哇 有點去 有點去 要趕快殺過去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接的第三單 呵呵 今天是沒有無縫 大概這個單跟單之間 有點落差 這樣子 大概差不多一兩分鐘 這樣 就是我送到客戶那邊去 所以齁 大概還要停頓個一兩分鐘 齁 那才會緊張 這樣 齁 所以就沒有無縫啦 不過就順其自然的跑啦 齁 沒辦法 禮拜六中午 我還是不太熟 呵呵 齁 要多花點時間 建立我的database 那腦 那個建立出來之後 才會知道齁 就是 欸 中午應該往哪邊跑 齁 跑晚艙要往哪邊跑 齁 齁 專心送到松江路去啦 齁 那邊有個無敵星星 齁 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是1點19分齁 我已經送了8趟 齁 我剛剛又接到一趟齁 第9趟齁 我現在要去 要去取餐齁 在馬捷育園旁邊的巷子裡面這樣 今天 今天這樣送啊 中午這樣送 其實我覺得 還OK啦 因為 你看齁 11點半齁 正式來講是11點2幾分 不然我們就算11點半齁 11 12 12 1 差不多兩個小時 齁 現在1點19分好 那我們就算1點半好了 兩個小時 等於是軍事啦 這樣 我覺得勉強可以 呵呵呵 不錯啊 不錯 好啦 專心過馬路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要去送第11單 現在是1點 1點47分齁這樣 那 剛剛講到就是我兩個小時齁 就 就軍事嘛 但是後來呢 短短的 這個15分鐘內 我又接到了2單 等於是 這個2小時 然後是軍5 這樣 不過呢 我跟一位神人 相比喔 還是有差 那位神人喔 他 這個 午餐的時候呢 他說2小時 14趟 呵呵呵 等於是軍7 喔 他那個很強 這樣 啊 我要向他看齊 哇 各位朋友 我目前在建國北路 靠近河江街 啊 那邊是新安街 啊 旁邊是河江街的一個小公園旁邊 喔 喔 今天中午呢 啊 現在是2點啊 我已經送了13趟 喔 非常非常的好喔 這樣 感覺不錯 不能講非常好 感覺不錯啦 非常非常好 是我的情緒反應 很好 喔 那我這個 呃 第一標 35趟已經跑了 就是 呃 昨天加 今天中午 總共是24趟 晚上再跑個11趟 就拿到 啊 這第一標的趟 那晚上應該會多跑啊 然後我就是盡量把它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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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看一下 啊 啊 第一標拿到第二標也跑一點點 大概是這樣 那種感覺這樣 好 OK 那我已經下線了 準備要回家了 啊 晚上繼續 好了 各位朋友 我現在 現在幾點啊 現在是5點半 嘿嘿嘿 所以比較晚出門喔 那5點半才到 這個圓山花婆這邊 這樣 那 那 午餐呢 是跑了 11趟啦 那還差這個 欸 13趟啦 講錯 午餐跑13趟 我還差11趟齁 還差11趟齁 這個第一標就可以拿到了齁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拿 這個 這個晚上齁 就要拚這個11趟 這樣子 等一下 先讓它過完 好 好 那麼 那麼 這個11趟 我認為應該是很輕鬆的可以完成 這樣 我是這麼認為啊 但誰知道 哈哈哈 會不會一直公會喔 他們在派發任務的時候 說實話 這個也很難 也很難預期齁 這樣子 反正我們就是順其自然就好了 這樣 那 盡量齁 也是要接這個 呃 兩公里上下的單 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充燙槍才會充得快 充那個燙汁數量 齁 不然齁 這個距離拉得太遠 齁 感覺好像有 有 這個燙汁數量充出來 但最後結算齁 常常都是在這個危險邊緣 好啦 廢話不多說 這個 專心騎車 專心騎車 好 各位朋友 我目前人在這個 明泉天翔路口齁 剛剛把手上的這位單送掉 那我目前 呃 還差六趟 還差六趟齁 呃 要再往這個老老地方 比較熱鬧的地方前進一下 看看那邊有沒有單齁 這樣子 好 才剛錄影完畢齁 哈哈 單馬上進來 啊 對啊 UBER一直公會 真是這個 呃 動作很快啊 還是有竊聽到我的APP 聽到我沒單 然後我在講要有單 哈哈 好 過馬路先 因為我要過去 好的各位朋友 現在是7點25分 我在大龍街這邊 我剛剛有一單就送到這邊來 那個明泉東 不是 明泉西那些麥當勞 收了一張這個 兩公里多的這個單 2.2 我覺得也還好 反正就兩公里上下 不要上太多就好 哈哈 不要上到快3 那就真的是不行了 所以我就接了 接了就直接送過來 這一棟 我走這個裡面比較好 在蘭州國中這邊 那我還差四趟 那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 四趟 拼完 這樣 現在是7點半 希望能夠在8點半之前 拼出四趟 那這個就要這個 Uberlis工會 多多幫忙 多多幫忙 那我現在趕快再趕回那個 就是今天接單接比較多 是啊 趕快趕回那個麥當勞 麥當勞區 好 好的各位朋友 目前在這個 佳樂福 這個 大同 保安街口 這個 重慶保安街口 這邊佳樂福家 剛剛又送掉一單 在岩山夜市那邊 切到的一單 岩書機 把他送到這邊來 那現在插兩單 插兩單 就可以臨到低標燙獎 現在是7點46分 我現在要往這個寧夏夜市方向走 這樣子 不過 我每次都是要去寧夏夜市那邊 但是那邊的單 其實真的都比較少 這樣子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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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那邊 要不就拿豆花 那邊就算了 好啦 那我決定往這個 民泉 民泉溪那邊 麥當勞前進 這個麥當勞這個單 還是 比較多 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雞腳尺 早上經過 就 這個沒有買買看 下次要吃吃看 好 目前 我到前面去停下來 到前面那個小公園 去停下來 這邊等一下 休息一下喝口水 因為有的時候其實是要停下來 然後 這個 這個 公會系統 才會 抓得到我 人在哪邊 一直移動 他可能會 誤會 這樣 好 休息一下 好 這邊沒單 那我要往這個 呃 金站熱方向走 這樣子 這邊的麥當勞 沒單 這樣 隨便繞一圈 因為我剛腦袋 雖然嘴巴上講說要往金站方向走 但是我腦袋卻驅使我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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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 往那個 那個 林森北路那邊轉 實在是有過瞎 好 好啦 這個 搞得我有時候是覺得自己有點精神分裂 呵呵呵 OK 那麼我現在決定要往 欸 因為就剩兩單 剩兩單 就可以拿到這個低標趟 這樣 所以我決定要往 啊 這個老地方前進 齁 就金站那邊這樣 啊 看看那邊有沒有什麼單 齁 可以拿到這樣 就兩單而已 這個 Uber公會也實在是太小心眼了 嘿嘿 趕快讓我就是下線回家睡覺 哎呀 真的是 明天我還是會跑的 好的 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這個 天水路跟沿平北路一段交叉口這邊 我剛把手中最後一單送掉了 真的是最後一單 因為我今天午晚餐完成24趟 啊 那第一標的這個燙獎也拿到了 現在8點17分 啊 那我就不多跑啦 因為其實今天晚上 的這個 燙刺呢 是有點難跑 呵呵呵 喔 沒有無縫啊 然後 單跟單之間都要等個幾分鐘 這樣 那我是覺得 哎呦 娃娃機不要敲機台 啊 那 接下來齁 是 第二標跟第三標齁 十趟齁 那 這我有可能會是明天完成 喔 明天就 午晚餐也是出來晃一晃 啊 沒有事情的話 這樣 然後禮拜一再完成 接下來的一標或兩標 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狀況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很難講 齁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 我要準備回家了齁 明天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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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